盘点水浒转中 这些人里有江湖上的好汉也有官军中的将领咱们来一起盘点下都有谁一差点上梁山的倒霉蛋韩伯龙韩伯龙真差点就成为了梁山好汉混上一把交椅了因为他已经身在梁山脚下了原来韩伯龙曾在江湖上打架结社因敬仰梁山坡的威名投奔梁山 但要说此人也是背得很因为他来到时候宋江身上不得尽背上升窗要死又活的 背窗制好后由于要攻打大明府所以调兵遣将谋划布置压根没有时间接见韩伯龙 因是宋公民生发背窗在寨中又调兵遣将多忙少闲不曾见得 老韩只好先跟着朱桂桂安排韩伯龙在梁山脚下的村中开酒店 一方面打听情报一方面挣个外快 但可惜的是老韩没能等到见到宋江这一天 李逵私子下山攻打林州时 曾来到韩伯龙的酒店里吃白食 那老韩以前就是打家结社的 他哪能让李逵在这吃白食 所以就威胁李逵道 我对你说时惊得你尿流屁滚 老爷是梁山坡好汉韩伯龙的便是 本钱都是宋江哥哥的 李逵表示自己在山寨上 压根就没有听过这号鸟人 怀疑他是李逵一类的人物 冒充梁山坡的名头 招摇撞骗吓唬路人 于是就开始忽悠他 说把自己的板斧先压在这里 韩伯龙信以为真的去哪 韩伯龙不知事迹 疏手来接 见李逵手起 望面门上植一幅地砍着 可怜韩伯龙做了办事强人 死在李逵之手 就这样 这位一只脚踏进梁山的好汉 一不小心就失去了生命 如果老韩上山的话 就凭他办事强人的资历 以及朱贵的引荐 他肯定是能在地沙里 作罢交易的 二 有可能进入天罡的鸾亭域 只可惜杀了鸾亭域 那个好汉 宋江遗憾地表示 文庭玉虽然不是官军将领出身 但好歹也是筑家庄的教师 跟并与职是同门师兄弟 五一上二人不相上下 在宋江二打筑家庄的时候 文庭玉上阵厮杀的表现堪称抢手 先是一批锤杂趴下摩云金翅欧鹏 然后跟霹雳火勤明印钢二世回合 随即将勤明带入埋伏圈 用半马索将其半翻后生情 但在宋江三打筑家庄时 鸾亭域带兵从后门迎击梁山大军 兵败后就人间蒸发了 所以鸾亭域到底有没有战死 其实还是值得推敲的事 更大的可能是他被孙力放走了 无论哪种结果 没有得到鸾亭域都是宋江的遗憾 毕竟鸾亭域是真有本事的人 如果他真的上梁山的话 有九成以上的机遇进入天罡 毕竟孙力排名第三十九位 是地杀排第三的好汉 梁山是很讲究兄弟排序的 而鸾亭域作为孙力的师兄 应该会排在孙力前面 孙力前面的人是神机军师诸武 镇三山黄姓诸武的地魁地位不会动 要么鸾亭域取代黄姓当地杀星 然后其他人依次顺言 要么鸾亭域就直接进天罡了 就鸾亭域的本事和能耐 进天罡其实也是众望所归 毕竟鸾亭文武功夫都不差 他要进天罡的话 八成会把划水的木红取代 植物很有可能也是八票垫底 三没有活到宋江上山的团链士黄安 梁山好汉中担任过团链士的好汉 有四个人 百圣将韩涛 上山前担任陈州团链士 天牧将彭启 上山前担任郢州团链士 圣水将丹亭归 神火将魏定国 上山前担任郢州团链士 这四个人都是征讨梁山失败后 被梁山抓了俘虏被迫归顺 但同人不同命 同样是团链士 同样是兵败被俘 有一个人就很悲催 这四就是冀州团链士黄安 朝爱等人在火并亡论后 虽然在梁山占捂了脚跟 但是冀州府仍在加大力度通缉他们 团链士黄安就奉之府之命 带着一千多士兵就杀到了梁山上 结果被无用诱敌深入全间 黄安也随即被抓住 一直把他囚禁在梁山上 所以宋江上梁山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向朝盖询问黄安的下落 看看这货是否还在关押中 如果黄安还活着 肯定会被宋江搭救出来 然后一顿叩拜安抚 然后劝他入火山寨 毕竟团链士这个五官也不小了 但是很遗憾 朝盖告诉宋江说 黄安早死多少年了 得知黄安的死讯后 宋江皆叹不已 如果黄安能够活到被宋江解救 就凭借团链士的身份 不光能有一把交易做 那至少还得是地杀前排的待遇 每日更新 欢迎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